11月10日晚,短跑名将苏炳天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一张和妻子的恩爱合影,并写道,结婚这么久,第一次过纪念日。 东京奥运会上,苏炳天以9秒83的成绩刷新男子100米的新亚洲记录,是名副其实的亚洲飞人。 然而,赛道之外,这个全亚洲跑得最快的男人,却娶了当年扳上那个跑得最慢的女生。 本期节目就来磕一磕苏炳天和妻子林燕芳那一段从校服到婚纱的神仙爱情。 跟许多言情小说里的故事一样,苏炳天与林燕芳是初中同学,苏炳天不是从小就练习短跑,她的小学和初中都上的是一般学校。 上初二十,她是为了逃避留校补课,才报名参加了学校的田径队,进行课外的训练。 林燕芳是斑花,品学兼优,苏炳天是体育特长生,阳光帅气。 初中军训上两个少年相识,尽管当时林燕芳素面朝天,但外貌出众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不过苏炳天注意到的却是林燕芳的自行车。 那时候的林燕芳少女性爆棚,在自行车上贴满了卡通贴纸。 苏炳天觉得这个女孩一定很特别,想比之下,林燕芳对苏炳天的第一印象就丰满多了。 第一次见她的是初一军训的时候,刚开学,全个年级的要去参加军训的。 林燕芳心里,苏炳天喜欢运动,打篮球一跳就能摸到篮板。 广播体操做得很标准,上课的时候永远不会好好走到座位上。 反正她回教室座位呢,没有是说走回去的,然后都是跳进去那个座位坐下来。 而且两个座位之间才这么窄的距离,才能一跳就跳中了。 2004年11月,15岁的苏炳天第一次参加了正规的比赛。 中山市中学生田径比赛,她自己报的名,结果在100米比赛上以11秒72的成绩拿到第一名。 而这时候,同班同学林燕芳几乎是全班跑得最慢的女生。 但是在学习上,林燕芳是苏炳天的组长,每天督促她交作业,两个中学生交流多了,暗声紧诉。 但是网友在得知二人的故事后,纷纷表示不幸,因为哪有普通学生这么拍飞着流大头贴的,谁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早恋呢? 就在初中快结束,即将进入高中的阶段,苏炳天的短跑天赋渐渐被发现。 在中山市中学生田径比赛中,拿到100米金牌之后,中山市体校田径教师宁德宝把苏炳天招进了麾下。 苏炳天被中山市体育运动学校录取,开始接受系统的专业化训练。 在中山体育运动学校的起研时间里,苏炳天的成绩开始突飞猛进,在市体校训练也让苏炳天和林艳芳不得不开始了每周只有见一次面的异地恋。 于是他们发明了日记恋爱法,苏炳天特意买了个日记本,用来写自己每周的经历和想给林艳芳收的话。 然后两人每周在苏炳天上幼儿园的门口见面,把本子转交给对方写。 就这样日复一日竟整整写满了两大本。 进入体校一年后,苏炳天在100米和200米中都跑出了接近健将级运动员水平的成绩。 他因此被招进了广东省天青队,进行更高级别的训练。 成绩越来越好,但林艳芳见面的次数当然也越来越少,从一周一面变成了一月一面。 当时还没有高铁,为了和苏炳天每月一次的见面, 林艳芳早上五点钟坐最早般的大巴车和苏炳天见上一面, 再坐上大巴独自回去。 2009年,在多次大赛夺冠的苏炳天顺利进入国家队, 比赛和训练让土生土长的广东仔苏炳天离开家乡, 去玩北京,甚至世界各地。 和女友的异地的距离就更远了。 为了能实施联系, 他们俩办了互打电话免费号码只差一位的经历号, 直到现在,两运的电话号码都没有换过。 从确定恋爱关系开始, 苏炳天和林艳芳经历了漫长的印第恋, 但聚少离多,没有影响他们的感情。 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 人生的变化也没有打破他们的视野。 苏炳天共是认定了这个女友, 甚至在结婚前, 就将财政大权交到了林艳芳手里。 2015年,在国际填赛钻石联赛男子100米决赛上, 苏炳天跑出了9秒99, 闯入10秒大关, 全国人民都沸腾了, 可比赛后的苏炳天却在为一件事发愁, 那就是该怎么求婚。 这时,苏炳天和林艳芳已经在一起近十年了, 2016年奥运结束, 苏炳天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假期, 叫上了几个朋友去自驾游。 从中山一路开到汕头南澳岛上停了下来, 结果,这个在奥运赛场上都不紧张的人, 手捧鲜花来到海边, 紧张到不敢看林艳芳一眼。 2016年10月10日, 苏炳天和林艳芳结束了十多年的爱情长跑, 像网友所说的, 从校服到婚纱走进了婚姻殿堂。 2017年10月10日, 两人举办了婚礼, 新娘子林艳芳为了穿婚纱更好看, 在婚前拼命瘦身, 每天跑步六公里。 对此, 身为短跑名将的新郎表示, 要和老婆比赛跑步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跑得比她快的, 一定要让老婆赢。 苏炳天是一个重视家庭的男人, 结婚以后, 他的内心反而坚定了, 更能专注自己的短跑视野。 林艳芳也成为了最忠实的粉丝和鼓励者, 苏炳天越跑越快, 在赛事上屡屡打破记录。 2008年, 亚运会男子100米决赛上, 苏神跑出了9秒91的成绩。 林艳芳有些小得意地发微博说, 看来我加油的力量还是蛮大的。 苏炳天的社交媒体有一个习惯, 就是不论她发布什么, 到哪里训练, 参加比赛, 分配打扫宿舍, 拍了帅照, 都要爱的林艳芳, 就怕人家不知道她有老婆似的。 有次比赛结束后, 苏炳天在微博上 PO出了林艳芳的照片, 配文写道, 终于到家了, 老婆辛苦了, 奖牌有你们的一半, 你们从这个用词是傻子也猜到了, 这两人是有宝宝了吧。 2018年7月11日凌晨, 苏炳天刚刚结束欧洲的比赛, 还在回国的飞机上, 林艳芳顺利生下儿子小天天。 其实我从瑞士上飞机之前, 我知道我的太太准备要进医院了, 你要想进医院的话, 就是代表医生说准备要分娩了, 我当时一上飞机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怕自己赶不上, 要一上飞机, 就一直想, 哎呀, 现在怎么样, 也不能上网, 不跟她联系怎么办, 哎呀, 7月11号的12点10分左右, 降落了北京, 一打开手机,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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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哇, 一直都什么新门各种, 新门上都说了, 全中国的人都知道苏炳天当办了, 她自己不知道, 在太太怀孕的整个过程当中, 我就陪了她三天, 再见到她的时候, 孩子已经出生了, 所以我觉得我太太, 确实给了我一个非常强劲的后盾, 要是没有她这种坚持, 这种坚忍的能力的话, 帮我管好了自己的家, 真的才可以让我在外面好好地比赛训练, 所以我要更加清晰地告诉自己, 我要在外面的话, 一定要做得更好, 我用成绩来回报他们, 虽然因为训练, 苏炳天不能常常陪伴在孩子身边, 但苏炳天每天都会和小天听视频一个多小时, 孩子生下来以后, 我跟孩子见面的时间也没有到, 三天换四天吧, 直到她满月的那天, 我过去看了她, 然后那天之后我就一直没有看她, 所以对我现在的心情来说, 我是非常想把所有的比赛都结束了, 很想回家多陪她一会儿, 东京奥运会后, 在隔离酒店的苏炳天与妻子连麦, 见到林彦芳的瞬间就吓了起来, 幸福感异于言表, 东京奥运之后, 苏炳天又积极备战全运会, 并拿到全运会的百米冠军, 赛后短暂的采访时间里, 苏炳天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儿子, 还是比较平和的我觉得, 因为其实从昨天跑完以后, 我就知道我在今天只要正常发挥的话, 应该突破十秒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至于跑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的话, 可能就要看自己的发挥了, 但是此刻的心情, 我想快点回家看一下儿子, 因为现在客户有五个多月没见了。 在前不久的采访中, 苏炳回答网友提问, 他害羞地表示, 两人已经在准备要二胎了。